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 长虹老哥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哎呀 这不是不好打扰您一家团聚 我在外面蹲您 不是 等您好久了 您上次在云厅阁书的功法 就是可以快速成就宗师的那个 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我当什么事儿 那 就是这本 我提醒你 一旦修炼了青木诀 宗师就是修炼的终点 此生 无望先天 明白明白 我们一定会慎重的 对了 楚大师 有件事必须通知您 阿波罗陨落 五道天榜提前更新了 您的排名一下子升到了第六 天榜 那是什么东西 是武者们公认的实力排行榜 现在榜上前三分别是宗师 无名是X和陈战天将军 你怕同为十二主神的宗师会找我寻仇 非也 十二主神却是各怀鬼胎 而且宗师此人十分自傲 不与他们来往 我真正担心的是无名是X 听说此人十分好战 到处寻找榜单上的人斗武 输者非死皆残 你说他叫无名是 意思是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没错 此人十分神秘 见过他的人都被他用功法抹了关于身份的记忆 我知道了 这些消息很有用 多谢上虎老哥 哈哈哈哈 举手之劳而已 楚大师客气了 据说江家隐居在沈船周边的山林中 寻找起来十分麻烦 还好我已经约了本地向导 喂 林一凡 我已经到了沈船市 你知道江家在哪儿吗 当然知道 我肯定把你带过去 好 待会儿见 想不到多年不见的朋友还能在这儿派上用场 帅哥 等一下 嗯 有事吗 我们也想去找江家 可是一直没有门路 您若是方便的话 麻烦带上我们 这些钱就当带路费了 这位小兄弟 不好意思啊 我们刚从国外过来 人生地不熟 想到江家寻衣问药 钱就算了 我不缺这万八千的 跟我来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秋水 这是我妹妹陈秋红 开车的是保镖吴大使 不知小兄弟怎么称呼 我叫楚义 我听说江家十分神秘 生人到此 就算大白天也找不到路 是这样吗 没错 嘻 哪有这么玄乎 不过就是太偏偏而已 那咱们如何找得到地方 放心 我有朋友带路 那 就在前面 楚歌 我在这里 抱歉 来晚了一会儿 没关系的 楚歌 你知道江家在哪儿 就在那边 不过 江家乃是修炼一族 他们所在之处 必须新城才能到达 唉 林依凡看来也是被唬住了 江家只是开启了护山大阵而已 新城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迷信这种传言 不信的话 你看那边 怎 怎么可能有人在悬崖上行走 万人峭壁如闲庭信布 那人修为至少是武将 小伙子 像这样的人在江家还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估计至少还有几十个吧 几 几十个 太恐怖了 少爷 小姐 江家卧虎藏龙 你们等下千万不要离开我身边 师伯 那楚义不会追到这儿来吧 怕什么 咱们山庄人手众多 他进不来 可那楚义绝非常人 我在唐家亲眼所见 连阿波罗都败在他的手下 放心 江家占据地利 还有虎山大阵加持 他要是真敢来 我就帮你除掉他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回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公的古武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仙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少 我本低调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少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盛念的刚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全家全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一样的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如果为了解锁漠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